早上好小朋友,早上好小朋友,早上好小朋友,很高兴见到你 小朋友,欢迎来到米老师同书会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叫做大红狗和暴风雨 我们都知道呀,夏天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暴风雨出现 你会害怕吗? 在这本书里呢,我们的大红狗又做了哪些事情去帮助他的朋友们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大红狗和暴风雨 美,诺尔曼,博德维尔,文,囚,杜可明,义 大红狗和暴风雨 你好,我是艾米丽,伊丽莎白 你见过我的大红狗克里弗吗? 我们有可多好玩的经历了 去年暑假,他带我去海边看望我的外婆 克里弗可爱大海了 因为大海足够大 他可以无拘无束的在里面游泳 克里弗看到我们在沙滩上建城堡 他也建了一个 然后我们去钓鱼 但是码头上已经没有位置了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克里弗嘛 有一天,天气预报说有一场暴风雨正冲着海岸而来 我们不能去游泳和钓鱼了 警察沿着海岸线巡逻 通知人们到安全的地方待着 外婆不情愿离开他的小房子 克里弗带着我们离开海滩去一所学校的体育馆 我们在那儿很安全 可是克里弗知道外婆在为他的小房子担忧 他又赶回海滩 大风大雨都不能阻挡克里弗的脚步 暴风雨果然厉害 树都被刮倒了 巨浪不断地冲上海岸 外婆的房子危在旦夕 克里弗必须采取行动了 他先是捡了好多被刮倒的树 他把这些树垒在房子的后面 然后再用沙子覆盖在上面 这样沙堆就可以阻挡海浪了 当克里弗在垒沙堆时 他看见一道闪电劈中了灯塔 灯塔着火了 克里弗知道他该先做什么 哗啦啦火被浇灭了 接着在暴风雨的呼啸中 克里弗听到了另外的声音 是两只小狗宝宝 它们被吓坏了 克里弗及时赶到了小狗宝宝的身边 在确保他的两位新朋友安全了之后 克里弗又跑回外婆的房子边 哦哦 两艘船被海浪冲得失控了 眼看着就要相撞 克里弗把他们安置在了海滩上 海浪越来越高 克里弗担心沙堆被卷走 他干脆趴在沙堆上守护着房子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暴风雨肆虐了整整一晚上 我们都很担心克里弗 不知道他在哪里 第二天早晨 警察说我们可以回去了 在一座高高的沙山的保护下 外婆的房子安然无恙 但是我们找不到克里弗了 天哪 他在这儿 尽管克里弗身上都是沙子 但是外婆仍然紧紧拥抱了克里弗 他太开心了 谢谢你克里弗 玩